在台湾有很多信徒的 连生活佛卢盛宴 获邀到关岛红法 不但受到了热烈欢迎 也获得了关岛总督与议长 颁发荣誉功名和最高成就奖的荣誉 信徒遍及全球的真佛宗创办人 连生活佛卢盛宴 和关岛总督议长以及国会议员 为尊圣塔开光安座后 一同绕塔祈福 在关岛政府的全力支持下 真佛宗奔堂圆绝堂 在当地公园内建立一座 尊圣塔和表演台 在5月5号进行开光安座 连生活佛卢盛宴 除了亲自主持剪彩仪式 也以气势磅礴的几股为法会注入力量 希望能让关岛人民安居乐业 连生活佛的关岛红发型 不仅受到当地信徒热烈欢迎 媒体大篇幅报道 关岛政府也相当重视 总督和议长更分别亲自面见活佛 并颁发荣誉功名和最高成就奖 让真佛宗的传承再度写下 崭新一页 记者关岛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